这可真是一个奢华的旅行团了 杀过国王沙尔曼的一行 从二月底开始 在亚洲好几个国家足足跑了一个月 带着队伍真是庞大 总计有1500人之多 而且里面包括了25位王子 其实他所有的吃喝行动住宿 也全部是专人安排 甚至有媒体算过 他们带的行李总数就超过了500吨 相当于240头大象那么多 当然此行的奢华程度最令人惊讶的 大概就是这位国王下飞机的时候 还搭的电斧梯下来 真的是一路跟着他在亚洲国家转 真的是一个好大功夫的奢华之旅 我谈到奢华之旅 其实这个行程中最重要的两战 也就是最后两战 日本跟中国 他们正是沙国今天石油销售最大的两个买主 沙国这趟只是卖油吗 只是希望展示他的财富吗 当然不仅于此 他们最主要是希望争取这些国家 特别是亚洲的西京国家 能到沙国去投资 沙国地阿拉伯自己知道石油不能再继续卖下去 油价也不会再涨回以前的电源数字 因此沙国自己拟定了一个叫做2030的远见计划 希望在那时候 沙国地阿拉伯除了卖油之外 能够转成一个投资服务业跟制造业的 新兴国家的一个新的市场 需要别国的财力来帮助 但问题是所有世界媒体如今看到沙国时 他的财富才真是可怕又惊人 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奏沙吴地阿拉伯的国歌 欢迎远道而来的嘉宾 81岁沙国国王沙尔曼 亚洲之行来到大陆 但其实在上一战 日本引发更大的话题 红地毯早早就位 但这样还不足以显现沙尔曼style 被封为全球最狂国王的沙尔曼 可不是浪得虚迷 土豪霸气 展露无遗 一下机走都不用走 他老人家自备恐惊的电梯 两分钟快速到达地面 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守候多时 就连黄太子得人都来了 轻盈沙王到访 那数是十代二十代 那是什么以上吗 随行团黑头车一辆接着一辆 根本看不到尽头 警车开到还因此封路 如此正常让日媒看傻了眼 没有最狂 只有更狂 沙尔曼访日只有四天行程 但随行团就带了一千五百人 有十名部长 二十五名王子 八百多名政商界代表 甚至还有一百五十多名御厨 负责国王一行人的全天候饮食 而行李也很可观 总重量超过了五百吨 等同两百头亚洲上 得一分二十七架班机送达 行李中体积最大的 莫过于这一部定做的黄金电梯 另外还有一部预备用 都提前一周运笛宇田机场 还得经过反复测试 日媒推算打造这样的专用电梯 至少又价三千万日币 方日期间沙尔曼和日本天皇 一块吃了午餐 还和首相安倍进行晚餐会 但在充实的行程 都没比他的排场更受瞩目 各大电视台派记者当狗仔 守候饭店外头 与庞大的厨房团包下了全东京 高档饭店一千两百间客房 负责接送的高档黑头车 几乎占满周边街道 这道是在通道里面 但是它是很厉害的 遗址是很厉害的 访日期间豪华出访团 大手笔租了四百辆名车代步 当风玻璃上都有通行证 方便出入国王下榻的营兵馆 东京租车行拿来这么多的黑头车 要四百辆根本不够 赶紧上外线市吊车 沙尔曼如此奢华 连日本综艺节目也责舍 而这些饭店早就做好准备 24小时客房服务 餐店全部通过清真正正 还备有可兰金指南针还有地毯 以便厨房团成员在客房 就能对卖家方向朝拜 而石油大国带来的商机 也在东京掀起旋风 欢迎厨房团大户能爆买光顾 秋叶园的电器卖场早就准备好阿拉伯文的招牌 记者守候多时果然看见出访团的成员 沙品丸坐上黑头车 而在银座的精品街也看到他们的身影 沙尔曼升华出访 不过是惯例 2015年他到法国海滨胜地度假 团队试图在海滩倒水泥兴建临时电梯 引发抗议还造成海滩一度关闭 如今又重装出访 还把所有国内人才都带到日本 到底所为何事 此行日沙确定战略伙伴关系 还签署合作备忘录 因为沙国近年来受到油价疲软影响 连续三年财政赤字 于是国内进行经济改革 脱石油路线 把产业中心转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国王还当起超级业务员 带领豪华出访团亚洲行寻求商机 沙尔曼还接了软银社长孙正义 洽谈IT产业合作事宜 最后还获得了一台会说阿拉伯语的机器人 Pepper 两国体育部长也切磋球技 同时签署人才交流合作 沙国国王上一次访日 是46年前的费萨尔 现在的名人天皇当时只是皇太子 两国皇室友谊深远 德仁太子与雅子妃 婚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正是沙国 如今沙尔曼国王清领豪华出访团来到日本 在亚洲掀起旋风 这个超级业务员能否推动沙国经济发展 还是来向各国驯赋 不禁令人好奇 看到这里 无论今后我们能不能够得知最后的完整真相 这次整个事件对于国际局势 特别是中东的稳定形势 必然带来极大的连锁影响 尤其这位33岁的王楚 他今后还得以能够堪当大任 或是他的凶残本质在这次完全曝露出来呢 当然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当金钱碰上了人道道德人权 等这些问题的时候 究竟是做生意重要 还是人命重要 川普总统显然他认为做生意非常重要 难怪他一直吞吞吐吐 每天都是强调沙国的军售数字 不过说实话他真的为难 你看看沙国对美国的重要性 他不仅在中东帮助恶祖激进势力的扩张 帮助美国牵制伊朗 甚至很可能帮助以色列 当然还不要说那些投资的大金主 以及跟美国上千亿美元的军售买卖了 这一切美国能放得下吗 不要说美国 世界各国恐怕也都是如此 因为沙尔加拉伯太有钱 他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力量 的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有就是这位33岁的王楚 这位王楚如今得失之后 他的财报本质一天一天曝露 他还能够继续做得下去吗 当然全世界也要担心如果不是他 沙国未来的王室命运会如何发展 他的政敌如果取而代之 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 是不是也可能一系翻盘 一条人命非常重要 给家属带来是永生的痛苦 但这场命案所牵涉到的国际的周边发展 恐怕还是全世界最关切的 孔佩奥现身沙国皇宫 他先见国王萨尔曼 再见王族穆罕默德 一小时内会见沙伯头两号大人物 只是看着突发的见面会 一点都不像为记者知死而来 气氛融洽到像是来见朋友 顺便同一口径 有点不像 有点不像 那是很棒的 谢谢你帮助我 那是很棒的 这是很棒的 国际的国际 国际的国家 非常强烈 和持续的力量 顺风访问沙国 蓬佩奥随即又赶往土耳其 见了总统艾尔段 却拒绝评断沙国记者谋杀案 只是事发至今 没具体证据又找不到尸体 沙国上下又打死不认 就算国际舆论压力 直指就是王族穆罕默德下的追杀令 也拿他没辙 三年前父亲 萨尔曼登基后 将沙国国防 财政和石油公司等群力 逐步下放给最宠爱的儿子 穆罕默德 才33岁就大权在握 比国王更像国王 去年6月 萨尔曼更为他发布国王令 打破胸中地极的王室传统 废掉侄子 娜伊夫 还离穆罕默德为新任王厨 就怕惨遭不测 当时那伊夫立即表明效忠 果然五个月后 穆罕默德展开沙国史上最大肃清行动 加大业大沙国王室拥有五千多名王子 为扫除登基障碍 穆罕默德打着反贪口号 将200多名皇亲国戚软禁在利亚德的五星级 壁制饭店 杳宣誓对他效忠 就能无罪释放 你赚多少钱 你赚多少钱 赚100亿 但真正的目标 不是这个钱 或任何其他钱 传出一己才是穆罕默德的真正目的 其他杀人不手软 有仇必报 就让王厨来平均每月处死16人 而这一切都得到82岁国王萨尔曼的默许 更别说异议分子 我并不是蒙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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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痛杀 有血缘关系的皇族 加上介入也门内战 空袭平民 遭到哈啸吉 大肆批评 甚至说王厨 根本称不上市民改革者 只会用铁罕默德的地位 即名声为此急速窜身 也是事实 所以被当地媒体封为全世界最危险的男人 年轻又敢冲个性 却广受沙国 年轻人喜爱 接任王厨三个月后 先是开放沙国女性开车 接着又解除35年电影员禁令 今年4月首都利亚德开了第一家戏院 穆罕默德的自称是代表年轻的一代 凶狠整肃背后 又刻意营造清明形象 简直是两面人 十代杂志曾形容他的行事风格 充满个人魅力 是沙国现代化的一股新力量 江内大道阔府 对外则试图将沙国推向世界舞台 积极出访海外 今年3月首次以王厨身份 他先造访英法两国 接着在美国展开长达三周的访美型 尤其这一幕 拿着板子 川普列出沙国答应要买的美国武器 细数每项军售交易价格 成了两人见面的经典画面 川普上任后 更是一改美国对沙国的消极态度 首次出访就是沙国 而女婿Kushner和穆罕默德 辞交甚度 他召集死后 两人更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 这让川普选择帮枪 甚至公开推说 即整之死是流氓杀手勿杀 本就在18号蓬佩奥回国后 沙国准备认罪前 川普又改口是沙国高层所为 却被名讲王厨穆罕默德 该为此事负责 川普极有可能已先知道 沙国决定将记者之死 推给副情报局长阿希里 误判王厨指令 但他的态度立场反复 全都是看中沙国的钱 对川普来说 这是道德与金钱的交战 就因为沙国有油又有钱 更显得川普的虚伪状态 非常袒护的沙国王厨 国际形象已毁于一旦 23号在利亚德举办的 年度科技投资会议 也遭到媒体与科技业联手抵制 毕竟一名知名记者 被他大胆暗地做掉 暗黑杀人王厨之名 将如影随行跟着他 传说王室以计划拔掉他的王位 这恐怕是王厨动手前 所使要为己 问来 许多台湾观光客都去过这个国家 靠着石油跟天然气 他也成为东南亚最富有的小国 但如今 他却面临几乎是来自全世界 一致性的全面围剿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月开始 他实施了一套非常严糊的 严形峻法 甚至对于同性恋 堕胎的女性 或甚至只是婚外情怀孕等 都可能给予致死的实行 这个国家表示 他们要实施严格的 伊斯兰戒律 但很多国际认为 这根本就是空前的 违反人权的行为 因此 欧美国家很多的隐心 还有国际政治领袖 都给予声援表示要谴责 甚至要求立刻停止 这项严形巨乏 其实幕后的原因相当复杂 或有一个可能因素是 这个国家的经济 已经正在走向下滑 以此当地的苏丹 可能为了未来严酷的管制 以及统治手段 而必须靠着这个严形 来加强他对社会的控制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 但很多人认为 靠着目前国际的围剿 对他可能没有用 因为他的财富还是在这里 可能最有效的 还是英国人的驻军 因为这个国家的国防 完全靠着英国驻军 两千名的部队 当然每年英国跟汶莱 也收了不少钱 唯一能够改变他的 恐怕只看英国人这次 能不能够突破现实面的考虑 而也能够给予声援 表达正义的声音 女子尖叫哭喊 遭乱食活活打死 横条边形 行行全程开放群众观看 这些都是伊斯兰律法里的罪罚 因为太不人道 长期饱受国际批评 没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 普罗多小国问来 决定实施上路 一个小小的西亚国 布奈尔 现在是国际独立的 这个星期 它会完全进行 他们的计划 为了杀利亚法 凶败犯 与杀利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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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死刑 就是实刑 顾名思义 就是用石头 活活把人砸死 且男生腰部以下 必须埋在地下 女生则是胸部以下 受刑者完全动弹不得 如今男同性恋 和通奸者 都将处以实刑 女同性恋 则将被鞭刑 40下 而如果犯下窃盗 则会被砍断手脚 人权大开道车 被批评 仿佛回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这波加重刑罚的政策命令 其实2014年就已经颁布 急刑在国际抗议下战缓 如今又死灰复燃 然问来正式成为东南亚 第一个全国实施伊斯兰律法的国家 最好想看到 在国际上的国家 在国际上的国际上 在国际上的国际上 公布新法典后 问来苏丹哈山纳 无视反对声浪 态度更趋强硬 不但要民众更团结手法 还要外界尊重问来的决定 只是与世无真的问来 为何突然冒着舆论风险 颁布苛刻刑罚 我们听到计刑者 那些油脑已经流出了 宗兰是恐惧的犯犯 他想要硬硬的领导 乘坐镀金车碾游街 数万民众挥舞国旗 夹道祝福 72岁的哈山纳 去年登基50周年 盛大庆祝一个月 他不仅是问来国家元首 还身兼首相 财务和国防大臣 说问来这国家是他的 一点也不为过 更靠着掌握 国家石油资源成为超级富豪 1997年 他就曾以350亿美元 超过1兆台币的资产 登上世界首富 根据报告 至少150家 他已有20艘船 他有7-9000车 曾有媒体估计 哈山纳的资产 以每秒台币3000块高速增加 全来自石油以及各项投资 供皇室过着奢华生活 但挥霍无度 让他如今得饱藏恶果 他光是老斯莱斯 就拥有604辆 更不用说无数私人 飞机和游艇 他居住的努卢尔伊曼皇宫 也是全球规模最大 最豪华宫殿 共有1788个房间 比英国白金汉宫大上4倍 屋顶度上22K金 整座宫殿 说是用金子堆起来真的不为过 2015年王储阿布都玛丽大婚 庆祝活动更一连举办12天 花费将近1亿美元 连杜拜吐豪都甘拜下风 新的妻子穿了 印象的玫瑰和 颜色的玫瑰三小匙 衣服和衣服 包装了玫瑰 真实是玫瑰 玫瑰 土地面积只有台湾六分之一 但人均GDP高达8万1612美元 位居全球第四 汶莱这个蛋丸小国 可谓真正富得流油 70年代靠石油和天然气质富 政府就成收入都来自于此 人民终身无需缴税 上学也不用钱 人民生活无余 让哈山纳富有金山银山 仍然受到汶莱人民爱戴 祂宫主席 要关注人物 安全 要关注人物 教育 只是天然宝库也有用尽的一天 根据IMF估算报告 汶莱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 在长期开发之后 已经逼近枯竭状态 预计最慢 2040年就会见底 加上近年国际油价崩盘 让汶莱的油原经济陷入空前危机 然而国家危机 不只一桩 我甚至曾经遇到一个 尽量的尽量 要人民守规矩的皇室 却被踢爆才是良善风俗的乱源 哈山纳弟弟杰弗瑞亲王 以光银奢华出名 不只侵占国家上百亿资产 还被爆料 与哥哥哈山纳共享情妇 华海尔村 我渐渐渐渐渐渐气 尽量 一场 尽量 宁 太 Jos 你们 那是 太 总 便 另一 rel 第二 和其他人沒有太多錢 當年只有18歲的美國作家朱利安·羅倫 自稱1991年到1993年間 曾當過傑弗瑞親王三年情婦 親眼目睹皇室淫亂揮霍 出疏大爆內幕 種種不利因素下 執政長達600年的問來皇室 或許是為了鞏固權力 才會投降宗教號召 以極端保守的信仰價值 控制潛在的社會不安 所以我們必須要追蹤 雖然問來三分之二人民 都信奉伊斯蘭教 但心法實施後 不只是穆斯林 連異教徒與外國人 也都必須遵守 讓不少同志族群 擔心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 打算逃亡海外 通常會訪問網站 這是我們可以訪問的地方 我們想要走一步 像我一樣 離開 全球同聲譴責 好萊塢不少演藝名人 也群起炮轟 不只喬治克隆尼 月潭教父艾爾頓強 知名脫口秀主持人艾倫也看不下去 紛紛呼籲各界 抵制問來皇室在歐美經營的飯店 只是這個君主專制國家 應該不會理會國際輿論 一心向保守主義靠攏 實行或許只是掩飾皇室敗壞的手段之一 擁有至高無上權利的蘇丹 真的會對前來的外國人也執行實行嗎 國際社會必將因此掀起驚淘海浪 看完了問來的故事 你可能會想越是這種財富跟權力提供的小國 越容易出問題 恐怕答案並不盡人 你看看我們比較另外一個 同樣在歐洲的小國地中海旁邊的摩納哥 它的面積不過才兩平方公里 當然人口比問來少 而且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天然資源 既沒有石油更沒有天然氣 不過你看看它的國民年均所得 既然高達16萬美金 足足是問來的兩倍 而且這國家的經濟以及各方面的好評 蒸蒸日上 甚至最近還迎來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特別去登門拜訪 究竟摩納哥又靠著什麼 撐起它的經濟一片天 地勢起伏的山城 瞞步著高低不易的建築 現代化摩天大廈旁 舊式蔚藍的地中海 玲瓏繡著的港灣 停滿大大小小遊艇 汽艇在海上來回穿梭 這就是位於法國南部的摩納哥 有錢到流油用來形容摩納哥 真的是再貼切也不過 面積才兩平方公里 約等於7.7個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 是全世界第二小的國家 總人口不過三萬八千人 密度每平方公里一萬九千人 則是全世界第二 國民平均所得超過16萬美元 也是全球第二位 大馬力的引擎聲在街頭 囂張的嘶吼 不管是領寶堅尼 馬沙拉蒂還是寶石捷 動著上千萬的超級跑車 滿街四處跑 唯一的港口麗士港 以前是個小商港 而現在則擠進一堆 各式各樣的豪華遊艇 全都是有錢人的玩具 他們常常說 有兩次的運動 一天購買它 一天購買它 不僅跑車和遊艇密度 全世界第一 摩納哥還有全世界最貴的 房地產奧丁塔 其中五層總面積1100坪 頂樓景觀公寓 擁有無敵海景 採用瑪瑙 大理石等高級建材 還有獨立健身房 2015年完工時 開價3億8千7百萬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120億 平均單價是全球第一高塔 杜拜哈里巴塔的兩倍 雖貴的讓人擇舌 但詢問度卻不低 你會看到有人 有超級大幣 300億美元的幣 想要在哪裡 對 可能那個男人會 改變女婦 女婦不喜歡海外 她說 我希望在美好的建築 那個男人會改變女婦 被稱為有錢人天堂的摩納哥 不好密度居然高達 總人口的30% 也就是說三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是豪野人 除了超豪華交通工具 加上超奢侈的住家 還有什麼原因 讓這個歐洲罪兒小國 吸引那麼多的富豪呢 原來所有國民 完全不用繳索的稅 各國富豪們 因此都起鋪頭想入籍 同時也出現一個奇特現象 就是土生土長摩納哥人 佔總人口不到20% 但除了免稅外 治安良好也是一大誘因 站在街頭 處處可看到執勤的遠景 沒有軍隊的摩納哥 擁有550名警察 平均每平方公里275人 密度是台北市的7.5倍 堪稱全世界第一 加上無所不在的監視攝影機 處處進行監控 會讓人以為到了警察國家 但可能是有人 也想要有他們的船 住在安全 並不擔心 他們的兒子 去廣場 然後被刀 沒有發生過重大刑案 監獄裡沒有關押重刑犯 人民生活富裕 讓摩納哥宛如理想國 這都要歸功於一個人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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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來賓熱烈的握手寒暄 親切的態度讓摩納哥元首 亞伯特親王 看起來像是鄉村俱樂部主人 不像其他君主國家 國王只是虛偽元首 勢必公親的亞伯特親王 從國際事務到交通法規 什麼都要管 辦公桌上總是堆滿等待審批的公文 很多人我們在討論 都稱呼你為主人 我父親也稱呼你主人 我視為主人 國家小土地面積有限 為容納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 摩納哥積極進行填海造陸工程 全國五分之一的土地 就是這樣來的 最新的計劃是要在五年內 打造五公頃的土地 這不是很簡單的責任 無論國家的尺寸 秀珍型國家卻擁有傲人的財富 讓亞伯特遠近尋名 但他的母親比他更有名 就是好萊塢巨星 奧斯卡影后格莉斯凱莉 1956年嫁給亞伯特父親 雷尼爾親王 被稱為世紀婚禮 也讓摩納哥世界知名 許多明星從此成為親王做賞兵 沒有自然資源的摩納哥 國家收入全要靠旅遊觀光 因此早在1865年 就建立歐洲最大的 蒙蒂卡羅賭場 賺進大把鈔票 更多次作為好萊塢電影場景 增加曝光度趁機宣傳 名字是Bond James Bond 另外舉辦各項大型國際體育賽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F1 一級方程式大賽車 鎮兒育龍的引擎聲 20輛擁有900匹馬力的賽車 在狹窄遊玩區的街道上 奮力向前衝刺 讓人看了血脈噴張 每年吸引超過5萬國際賽車迷 前來朝勝 為摩納哥賺進不少外匯 不過對當地居民來說 賽車期間要全滅封街 又有極大噪音 根本是折磨 因為是天地和天地 天地是因為 天地是因為我喜歡的 我正在享受一個真正的時間 但它可能是天地 如果你住在那裡 而你沒有過程 去看賽車 你有兩次的面子 你今天很安靜 在晚上 人們都在街上 人們都在地址 人們都在餐廳 每個餐廳都在工作很快 白天晚上兩樣風情 就是這般變化多端 讓許多人流連忘返 來到摩納哥要擔心的 就是能不能盡情享樂 所有的煩惱與憂愁 就請戰先拋住腦後吧 捷復 感谢观看